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百姓故事 今天探讨一下婚姻这个话题 婚姻自古以来都是美好生活的一个代名词 在你周围只要你听到了某人说 我要结婚了 那一定是让大家吃汤 或者是请客吃饭 同时婚姻也是一段爱情的公开体现 它是美好生活的开始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故事的 是一位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安娜 她讲述了一下她的亲身经历 安娜在国内曾经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 同时她也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 在她名下曾经拥有多间的企业 我在96年的时候去欧洲先去看 那么去欧洲十几个国家 然后去了以后呢 总体感觉都不错 但是呢真正选的还是选了加拿大 因为当时加拿大工作化属于在世界上 还有最前面最适合的人居住的地方 就在1996年安娜来到了加拿大考察 我96年7月份过来 正好整整待了一个月 去哈利法克斯 贝贝克 蒙特利尔 然后多伦多 然后再在温哥华 整整待了一个月 那么一个月之后 回去我就决定要移民到温哥华 因为考虑到将来的自己养老的地方 并不是说中国不好 中国很好 只是想往那种安静 那种环境 那种山水 那是人说人最向往的地方 就是人间仙境啊 那什么样啊 我觉得温哥华是人间仙境 这里风景一人 气候绝佳 又因为呢 温哥华被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他当时呢 就萌生了一种 要移民温哥华的念头 其实人都很向往将来的一个生活 那么中国因为人很多环境啊 各方面自然资源啊 被破坏得也差不多 自己呢 就是很向往这个到加拿大 对比之下 国内那种严重受污染的自然环境 和乌其八糟的人际关系 让安娜感到厌烦了 当时呢 安娜心中产生了一种对西方世界的向往 她想过一种安稳而幸福的生活 她想去过一种没有恶性竞争的生活 这种想法呢 其实跟我当时出国的时候想法差不多 安娜选择了移民加拿大 1997年安娜正式地递交了移民申请文件 三年以后 也就是在2000年 她的移民获得了批准 2000年拿到了这张纸 移民纸 那我真正过来是2001年的 1月份 1月20几号 过来的 2001年1月26号 安娜移民到了温哥华 她曾经在国内呢 是一名著名的企业家 所以她申请的移民呢 叫企业家移民 所以来到了加拿大之后 安娜开始开办自个儿的企业 因为我刚落地的时候 我开的是一个公司 就是贸易公司 贸易公司呢 做一些中国到这边来的货物 或这边到引进 到中国的东西 所以就两边这样做生意 大概第三年就取消了条件 她给了一个期限 好像三年内 三年内 所以是在2005年的大概5月份左右 就取消了条件 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啊 经过了三年的再创业 安娜经营的公司 符合了移民局的要求 移民的条件也就解除了 一般来说 在五个条件当中呢 你要满足三个 比方说 你至少要雇一个本地的员工 还有呢 你的每年的营业额呢 达到20万 还有就是 你实际的投资金额 要有40万等等等等 这是过去的条件了 当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时候 解除了 解除移民条件 事业上的成功 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特别是对一个女人来说 事业并不是人生中 最重要的东西 感情上呢 安娜重点和我们讲述了 她在感情上的经历 在她来到温哥华之后呢 就认识了一位来自香港的老移民 根据安娜的介绍 2001年 安娜来到了温哥华 落地之后呢 开始置办房产 买房子 注册公司等等等等 在忙碌当中呢 她遇到了一个来自香港的老移民 经常来帮助她 因为当时安娜的英文不好 此人给安娜的感觉是老实 刚来是第一印象 人比较老实 人比较老实 看她的外观来讲呢 人也是很实在的感觉 又像一个牧师一样 久而久之呢 两个人就有了一些了解 对方称自己 曾经是在保险公司工作 有很自身的研究 但是呢 怀才不语 没人用她 这个时候 安娜呢 就利用自个儿国内的关系 帮她联系到中国去讲课 一个小时付5000美金 5000美金呢 不少 当时让安娜 有一点点的感觉不好的是 在去北京的前夕呢 此人让安娜先付讲课费 但是这临走之前 她让我先支付 让我先支付呢 就说 啊 你最好先支付 因为她生活很紧张 付不起任何的钱 车要供 房子要供 所以呢 能不能先付 我说对方还没有付钱呀 因为你过去以后才能付 她说 可不可以先付一半 那我就先给她付了 3000美金 是我个人先给她了 给她之后呢 到那边剩余部分 到了当天 她马上又要那一笔 那当时她就会到这边来 那我就也给她了 人还在温哥华 怎么就要先付钱呢 而且是找安娜要钱呢 尽管她感觉不怎么好 安娜还是用自个儿的钱 先付给了对方 时间久了 然后大家都彼此之间 都有一个就是认识吧 然后她也曾经多次帮我们的时候 也谈吐之间多次 说她经济上出了问题 她经济上说过 因为她经常经济上出问题呢 包括没有钱呀 没法赚不到钱呀 我就觉得当时很莫名其妙 因为一个人 怎么说男人啊 她这样说的话 我就觉得 哎呀 测印之心就会有 那我说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说我可以 跟你联系一些工作 都可以 她说她原来做过保险 做得很好 然后她可以讲课 可以什么的 那我就这样 我就联系了大陆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然后去讲课 讲一堂课 给她一个多少时吗 就是五千美金的这样一个讲课 就是看怎么能帮到她 那这就 在北京讲课呀 对 在北京 就这样 他们到了北京 讲完课之后 此人就向安娜表示了爱慕之心 当时呢 安娜并没有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有老婆 你看看 这人能算是老实的吗 看上去老实 对不对 我只是怕 我当时比较怕 我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回事 他有家呀 有孩子 因为那这有家 他也没有离婚 他也那什么 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呢